為了向西方澄清,弄得連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都特意開記者會 在外國說,即是容易傳給外國人知道 其實說回記者會,很大程度是不滿CNN和BBC的報道失實 說了那麼久,一起看看到底怎樣失實 3月14日拉薩蘇聯之後,外國傳媒廣泛報道 不過一些主流媒體報道時的手法受人氣爭議 例如著名的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掃亂之後3天 在網上所用的一張照片,即是見到有兩部軍車駛向兩個平民 眨眼看來以為是軍隊準備鎮壓兩個手無寸鐵的平民 不過看真一點,原來當時有大約10個不法分子 向軍車扔石頭,網站刊登的照片經過剪裁 同一日,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網站 以狀人描述持續騷亂為題,刊登了一張 標題是拉薩有大量軍隊的照片 雖然照片中確實見到一個武警 不過實情是,當時武警協助醫護人員 將在騷亂中受傷的人送上救護車 照片中清晰見到急救兩個字 同時也見到救護車上的十字 與標題所說,大量軍隊完全不相符 德國柏林神報的網站刊登的一張照片 標題和內容也不一樣 照片中見到的是西藏武警救援騷亂中受傷的人 但上片的說明就是警察拘捕状人 同樣是德國傳媒RTL電視台在網站 登出一張四個警察揮動警棍追打示威者的照片 說是中國警察在西藏鎮壓示威人士 相中確實有警察 不過就不是中國公安武警 而是尼泊爾警察 他們的確在驅散示威者 但就是在拉薩蘇聯之後三天 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驅散向中國政府抗議的示威者 與西藏騷亂完全沒有關係 這次騷亂引發出來的 除了對西藏問題的關注 另一個值得深思的 就是西方傳媒在有關中國議題上的選材和報道手法 好像真的很不對 不過都是小數傳媒有這些做法 不過這些報道就引起了中國不少網民的批評 還搞了一個反對外國傳媒的網站 待會回來再看,待會見 不斷看著這些 究竟中國內地以至世界各地的華人網民 具體指責西方傳媒有意無意搞錯了些甚麼 待會再詳細說 好,現在我們再一起看一段影片 挺有趣的,就是網民諷刺西方傳媒 經常亂搞錯一些新聞,一起看 這是太多了 我以為,我以為是 我以為我認識的 我以為這本來是 但現在沒有問題 這是太多了 我們現在已經過了 超過的線 超過的線 我以為我們想要過 好,好 這一點是有點難看 OK 但它是重要的 要創造劇 你需要 好,不好 和犯人 好嗎 這是故事 不,這不是電視劇 你寫著 這是真實 太多了 而且我無法保持食物 真實? 沒有真實 CNN ABC MTV 全製造和操作 就像這樣 回來主播天下 剛才看過幾張被指 是西方媒體誣捏中國的照片 其實不少中國網民都是狂轟西方傳媒報道失實的 我看了幾個主要反西方傳媒的網站 有網民就說 CNN是將媒體當作手段來攻擊其他國家 呼籲將3月14日當作反CNN的紀念日 年年都說要拿出來紀念一下 又精心炮製了很多口號 例如Part1說過一句叫做人不能太CNN 就火足成為2008年網絡最流行的說話 其實說到表達不滿 內地的網民都很厲害 不少人就製造了一些反對外國傳媒的網站 其中一個就叫做 NTCNN.com 反CNN的網站 可以說是這麼多個反對網站當中的表表者 這個網站成立的頭五天 有近二千人提供各種被指西方傳媒不實報道西藏騷亂的證據出來 在五天這麼短的時間 就已經有超過二十萬人來瀏覽 真是要看看哪一個成立這個網站這麼厲害 去年在清華大學畢業 現在是一間IT公司的老闆 314事件之後 有天他和海外朋友聊天的時候 聽到一些他覺得很生氣的事 他每天都看到外面的報紙整版整版的 在報導西藏的事件 而且用的都是不實的圖片 當時我感到也是非常氣憤 因為我知道媒體不可避免的 會帶有一些偏向性 但是不管你立場如何 你不能無中生有捏造事實 之後幾天 姚瑯在網上和網友聊天 漸漸萌生了一個想法 有網友建議 我們應該進行反擊 奪回話語權 我認為我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 讓西方的民眾了解 事實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網友的支持下 他創辦了網站 ntcnn.com 也就是反cnn網站 目的就是收集和整理西方傳媒失實報導證據 包括美國的cnn 英國的bbc 太吳士報和德國RTL電視台等等的失實報導 網站發布的消息很快被無數網友轉載到其他討論區 也引起西方傳媒的注意 有人認為網站得到中國政府幕後支持 甚至說這些網民是中國政府給錢請回來的 在網站上線不到一天的時候 不到一天就收到了好幾百分的這個email 其中有非常多的網友要加入志願者 收集整理材料 擔任網站建設工作或者翻譯工作 在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任何政府方面的機構或個人跟我們聯繫 其實不單止是僅僅針對cnn的 網民還申請了反bbc 和反美國之音的網站的網名 很多網民說cnn只是一個代表 在它背後是部分西方傳媒 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 他們有必要將真相公開 在這次網絡反擊當中 已經分不清楚哪些是內地網民 哪些是海外的網民 他們有著共同理念 就是盡力還原事情的真面目 其實看回這場網絡罵展 不要理誰對誰不對也好 西方傳媒他們面對這麼多指控 說他們的報道失實其實挺嚴重的 尤其是這麼大的傳媒機構 最重要是公信力 究竟cnn和bbc是怎樣解釋呢 cnn發表了公開聲明 說自己的報道全面公正 而且還特別提到ntcnn的指控 澄清他們並沒有偏袒西藏人 對於那一幅被剪裁過的照片 即是沒有了一些釘石的狀人 cnn就說圖片說明已經寫得很清楚 就說西藏人向軍車釘石 所以根本不會引起混淆地畫 而且他們報道事件以來 也有展示過狀人攻擊漢人的畫面 至於bbc的國際新聞編輯 就在網誌上承認 在這幅救護車上的照片上寫著 拉薩有重營軍事裝備是錯誤的 不過就說如果指控bbc是別有用心的話 就並不公平 他們強調bbc報導新聞是客觀的 並沒有我們新聞行業裏面 英文就叫做set agenda 即是報道的時候 預先設了議題不得客觀的畫 雖然其實兩間的傳媒機構 他們自己都分別發表了聲明 不過有中國學者就說 這一類有歪曲性的報道 要不就是因為無知 缺乏了解而造成這些報道 另外就是有意思移花節目 混淆視聽 顛倒事實的畫 是啊 報道是有心還是無意 就很難說了 不過有學者就這樣說的 在西藏政府上 他們一點也不公平 一點也不公正 為什麼 那麼多暴徒打傷了 那麼多群眾 還有五個花絮少女被火火燒死 至今我們看到任何一家西方的媒體 對這些受到屍體傷害的 中國老百姓 不要濕入一絲 哪怕一絲一毫的人性的關懷 這樣的報道沒有啊 那麼你們所說的人權核戰 你們所說的公理核戰 不過說起相片 其實我幾個禮拜之前都上過CNN.com 就看過一幅相片 就是說有人扔石那一幅相片 其實在幾個星期之前 的確他的相片有一半是剪掉的 後來可能是NTCNN的網主 就說了這幅相片不真實 後來他已經把這幅相片 變成一個很完全的畫面給大家看 這樣 話說回來 向來網上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這次CNN特意發表聲明 澄清反CNN的網站 下的指控也算是一個突破 是 其實他們這樣的做法 我想也挺罕見 可以說其實是外國傳媒 正視了中國人的一些不滿情緒 不過能否平復到 內地某民的憤怒就很難說 有學者說其實現在最重要 都是保持理性 不要太過情緒化 其實還有一種的觀點 都挺有意思的 就是說為了平衡西方的報導 中國的平民其實都應該是 多些發聲 搞下一些所謂的公民外交 西方媒體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規則 以及它所佔用的份額 基本上是由西方媒體 它的文化 它的價值觀所構成的 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現實 公民之間的交往 學者之間的交往 社會各個行業之間的交往 同樣的也是傳播構成的最重要的要素 這種公民外交 事實上現在是地位越來越重要 它形成它的這種壓力也好 形成它的影響力也好 其實有的時候 比政府外交可能起的作用還要大 其實這樣聽過學者說 都挺有意思 就是想不到很多可能 很實質的外交途徑 或者一些政策 或者國與國之間的溝通 起到的作用 隨時都不及網絡上的威力 是的 尤其是說外交 除了一向官方的外交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外交 例如之前北韓有音樂外交 現在有中國看出公民外交 其實都是從多方面的途徑 可以帶大家多一些溝通 其實今晚的節目時間也差不多 不過我們再看看幾張照片 這個是誰?是達賴嗎? 是呀 其實就是她小時候的照片 跟她現在的樣子也不太相似 謝謝 其實下星期我們會詳細介紹 達達Nama這個這麼具爭議性的人物 而下星期我們會繼續西藏特輯 還有很多話要說 對,千萬別錯過了 大家記得不要轉台 好,今晚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再見…